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美国大选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从星期一,整个大选就开启了另外一面 原因就是川普总统一早换掉了美国国防部长 由美国的反恐指挥中心的主任兼任国防部长 中午,美国的参议院的议长发表讲话 全力支持川普的司法行动 傍晚,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终于说话 对全国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展开系统调查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参议院多党领袖麦克纳玛文明确讲说 美国媒体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去认证谁获选了 这是直接否定了现在喧嚣的一面 而能够被认证的是需要每个州的选举人 选举代表来确认 或者是由每个州的议会来确认 在今天有争议的五个到六个州里面 他们的州议会 包括参议院跟众议院 几乎都是共和党控制 包括争议最大的宾州 宾夕法尼亚州 宾州的参众两院的议长联手发表声明 要求对宾州进行重新计票 美国总统川普有着百分之百的权利 在司法角度上的一切的公正 作为美国参议院的议长 完全支持川普 在今天的美国宪法的环境当中 争取他的所有的权利 完全要求在美国的大选当中 合法的 合法的选民的每一张票 都要被计数当中 我讲过很多次 人拜登说的很清楚 我要每一张票 非法的 死人的 鬼魔的 我全要 在佛魔对垒当中 拜登没有任何假话 全是真的 这是真正的善与恶 人会骗人的 魔不是 魔跟佛对着 他不用人的手法 他用直白的手法 因为人 根本没能力抗争他 这是正邪的对垒 佛魔之间 在 今天的美国大地上 在展现着真正的一面 人们与神同情 就要选择善 道义 人们 与鬼同在 一定选择利益 跟谎言 那这是美国参议院 作为多党领袖 他直白的表达 他的表达 代表着整个美国 共和党当中的 他的态度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终于露面了 巴尔向全国的检察官 和FBI 全国的司法系统 下达命令 他的命令写的老长了 第一句话 大选已经结束 大选已经结束 结果尚在过程 因为听到的呼声巨大 司法部 为了保证 美国人民 在选择权 在他们选择的领导的 政府的透明的角度 公正的角度 和对美国宪法 美国人民 能够负责任的角度 启动 对美国 这一次大选中的 所有违规现状的调查 首先声明 司法部 司法部的调查 并不是马上确定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但是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是确保 这一次大选 没有问题的 江还是老的辣 拜登不宣布 拜登星期六 他如果不宣布 我成为 我已经成为 被媒体背书的 这个获选总统的话 拜尔不露面 拜登一宣布 生米做成熟饭 嫁出的姑娘 永远是婆娘 绝对不能再叫姑娘了 完了 美国司法部长 巴尔 11月9号傍晚 授权 联邦检察官 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核准之前 这个核准 是司法核准 你看人家安排的 参议院的议长 他的权力 是负责这些的 包括美国总统 包括这个 美国大法官 所以他先宣布 没有任何一个州 没有任何一个州 确认 在司法的角度 确认这次大选的结果 他们要等到一个月之后 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结果 一切都在原来的过程中 司法部长下达命令 调查这一次大选的合法性 投票的合法性 对有关投票违规的 展开调查 这份备忘录 包括发给FBI的老板 在发给美国联邦检察官的 备忘录中 如果存在明显和显然可信的 违规指控 行为属实 可能潜在影响 各别州的联邦选举结果 即刻展开调查 美国的所有主流媒体 几乎都是不喜欢川普 在投票的那天 出现的最惊奇的一件事情 是福克斯新闻网 在亚利桑那州 还差着20%的票 没点的时候 他突然宣布 亚利桑那州归拜登 任何人都觉得 这胡说这是 但是福克斯就这么做了 福克斯做后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不到一个小时 在爱荷华 内华达 亚利 包括亚利桑那 宾州 密西根州 全都停止点票 不再点票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所有这些州 全是民主党控制的 民主党的州长 民主党控制的选票中心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停了 因为是州定 州里头定的 12点钟 拜登站上去 说了五分钟之话 五分钟的话 我要每一张票 我再说一遍 我要每一张票 我们要点清 每一张票 我一定可以获胜 12点 11月4号的12点 11月4号的凌晨4点 在宾州 费城 在密西根的底特律 在内华达的 拉斯维加斯 都有人往里运 运这个选票 等到早晨 4号的早晨 八九点钟 全都翻盘了 做得很直白 做得很真实 做得很肆无忌惮 晚上出来的票 全是鬼票 晚上出来 鬼才出来呢 故事就走到了今天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以这种方式 这样大规模作弊 毫无固体 平铺直竖 所有人都搭进去了 所有人 所以我以为 这是神佛对垒了 你既可以说 这是魔鬼的猖狂 你也可以说 这是神佛的法力 我觉得对人来讲 都可以这么说 因为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那些恶的生命曝光 他要获得利益 而肆无忌惮 他这里特别提到 司法部的官员 巴尔不是在川普总统 白宫或任何的 国会议员的要求下 发布这项命令 星期一下午 到了参议院 会见了叫麦康纳尔 但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 麦康纳尔星期一 对川普总统提出的 法律诉讼的结果 表示支持 百分之百的权力 调查有关 违规指控 并斟酌他要采取的 法律行动 这个道理就讲得很清楚 因为 司法部长 本来受制于总统的 他是政府部门的 当现在牵扯到 川普跟政党之间的 关系的时候 他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他去面见今天的参议院的议长 这是在司法程序上 有着他背书的层面 参议院的议长 他的位置 关系到国家的法律 关系到执法的一切 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是要经过参议院 一系列的考核通过 由总统提名 参议院考试 通过之后 才能任命 所以当司法部长 采取行动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当然你说 那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 没错 共和党能够控制参议院 那是美国人民投票的结果 所以你要一定明白 这前后的秩序 而不是他们的独裁的结果 所以从昨天晚上 等转到今天早晨的时候 美国的大选 就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